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关注的科技界的各类资讯和消息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频道 首先继续来关注新冠病毒的相关调查研究的最新进展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正计划解决一份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报告中发现的几个意外错误 并强调报告中的错误是由编辑错误造成的 并不影响数据分析过程也不影响结论 这份报告由世卫组织和中国联合编撰 世卫组织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世卫组织正在更改报告图表中列出的是三名早期患者中三名患者的相关病毒序列ID 并澄清第一批新冠病毒感染的家庭传播病例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无关 不过在这一次的回应中 世卫组织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份联合报告中显示的第一例已知病例 和中国武汉政府去年宣布的第一例新冠已知病例有所不同 武汉政府在去年宣布第一例患者在2019年12月17日发病居住在武昌区 而联合报告中的第一例病例则住在长江的另外一边 根据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的回应 该机构无法对武汉政府去年宣布的内容发表评论 但这位发言人表示对于第一例新冠已知病例到底住在长江哪一边 与病毒起源的各类假说无关 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因为目前已知的第一个患者很可能不是第一个感染病例 同时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表示 报告中的错误是由于编辑错误造成的 并不影响数据分析过程 也不影响结论 对于世卫的这番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没有回应 华盛顿邮报的置评请求 目前尚不清楚以上的这些要点是否得到澄清 能否帮助研究人员了解武汉发生的事 但是在当下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第二年 早期的数据在发布数月之后才提出需要更正 这可能会再次引发人们对冠状病毒起源缓慢而复杂的搜索的质疑 乔治成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丁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解释错误的来源和信息是什么 他问谁犯了错误是中国还是世卫组织 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这一现象却是加剧了公众对起源调查的完整性和严谨性的不信任 我们来到下的消息 来关注美军运输机集停台湾的情况 当地时间的7月15日的午间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成员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脸书专页上表示 美军的C-146A行政专机 在当天的早上自日本冲绳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 经引导降落并在停留十余分钟之后起飞离去 台湾TVBS报道称 这架专机在当天的早上9时32分抵达松山机场 机上没有任何乘客 此次的任务是为负责运送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交接所用物品 原计划停留一小时至10时30分 在进行短暂的补给之后 提早24分钟于10时06分起飞离开台湾 7月15日下午 中国国防部在官方网站发表发言人吴谦谈话称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外国舰机擅闯中国领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 这一次的美军运输机降落台湾 再一次引发了多方的关注 不过华尔街科技这里还是要重点关注的是 这类美金运输机的过往任务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官网介绍 C146军机代号猎狼犬 主要任务是为美国的特种作战司令部 提供灵活且反应敏捷的小型团队和货物的作战运送 以支持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 共有20架 它是道尼尔328涡轮螺旋桨通勤客机的军用版本 双引擎高翼飞机 配备可配置的客舱 能够执行各种客货组合及伤员疏散任务 在2015年的12月14日 一架C146A降落在了利比亚的离波里西南的 瓦提耶绿洲空军基地 有趣的是这架飞机搭载了一对身着便衣的武装人员 却没有与当地地方当局进行任何协调 随后这些武装人员被要求离开 后来证实他们是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 但他们前往利比亚的原因 在当时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 在2017年的时候 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越南的过程中 也有搭乘C146A猎狼犬专机 穿梭于越南的胡志明市和达金欧等地 在2013年同样是C146A 载着克里和40多名工作人员 前往美宫和三角洲地区 然后前往骚受飓风海燕袭击的菲律宾 并在那里宣布了一项25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 相比较更大型的喷气式商务运输机 体积较小的C146A 似乎更适应条件简陋的机场和恶劣的天气 根据公开的文件 美军的这个特殊运输机执行任务时 通常使用岩浆这个通讯呼号 虽然美军的飞行任务往往带有保密性质 比如运输 特种作战部队或者是政要 但有时候这些秘密任务实际上非常普通 涉及到训练演习或于菲律宾 以及韩国等长期合作伙伴和其他交流的顾问 以及装备的谨慎运送 实际上C146A猎狼犬也经常执行 飞风撤离或者是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 我们来到下的消息 来关注中国的深圳赛格广场大厦 在今年5月 中国深圳赛格广场大厦震动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猜测 通过近两个月的调查 专家得出结论 认为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发生改变 形成了共振条件 并认为赛格广场大厦在设计贺载范围内 和正常使用情况下主体结构是安全的 可以继续使用 在2021年的5月18日 赛格广场大厦出现了有感震动 应急局于福天区政府组织物业管理方 立即对大厦内的人员进行了有序疏散 对大厦进行了封闭管理 并对周边区域进行必要的交通管制 每天在深圳发布等官方公众渠道 发布赛格广场大厦的震动 倾斜沉降等监测数据 同时是住建局组织院士专家和权威的技术团队 对大厦的结构和安全原因进行论证分析 近日相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接受媒体采访 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专家组回应道 通过近两个月的调查 他们表示 原设计单位华裔设计公司 依据原设计规范和现行设计规范 对大厦进行了结构安全复合验算 并经广东省超县委审核通过 另外 中野建筑研究总院 深圳市房屋安全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鉴定中心对大厦进行了系统性结构动力性能测试 对大厦的结构构造 结构损伤 材料性能 以及组合结构 共同工作性能 节点连接 简历墙与核心筒设置等 全面进行检测分析 认为赛格广场大厦在设计贺载范围内和正常使用情况下 主体结构是安全的 可以继续使用 专家组通过技术调查 环境和设备运行调查与测试 排除了地铁运行 周边工程施工或者爆破 空调机组等影响因素 通过对峰制震动与结构累积损伤的重点分析 专家组认为 桅杆峰制窝基供阵 以及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改变的偶合 造成了赛格广场大厦的有感震动 其中 桅杆峰制窝基供阵是引发大厦有感震动的主要外因 而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的改变是 引发大厦在20余年之后才发生有感震动的主要内因 针对解决大厦有感震动的问题 专家组认为 拆除桅杆可以有效解决大厦有感震动的问题 桅杆也有的防徽航标功能 可以在桅杆拆除之后在楼顶重新补设 而拆除工程将于近期择机实施 并同步开展损伤修复工程 有效工期约为32天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来关注日产前董事长的惊心动魄的逃亡 日产前董事长戈恩在2019年底 以藏身乐器相躲避日本司法系统的方式逃出日本 这个似乎只能在电影中出现的桥段 竟然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 让这名身背挪用公款满报收入 向企业转嫁个人投资损失 严重背信等多项指控的商人 一度成为了全世界媒体的头条 至今逃亡已经过去了近两年 在BBC最新上线的纪录片中 这位日产和雷诺的前老板 首度详细描述了他的大胆逃亡 戈恩先生在2018年11月 因日产指控他少报年薪和滥用公司资金而被捕 他对此番指控予以否认 当时戈恩先生是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会长 同时还是法国雷诺的主席 以及两间汽车制造商和三菱组成三方联盟的老板 戈恩先生描述 三年前在东京机场被捕的那一刻 他说这就像你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 或者发生了非常痛苦的事情 戈恩表示 在被保释之后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被关押或软禁在东京 当时尚不清楚审讯和实惠进行 他担心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如果在一个定罪率为99.4%的国家被定罪 戈恩将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 在被软禁期间 戈恩有一次被告知 不允许与妻子卡路尔有任何接触 这让他下定决心寻找出路 他表示 根据计划他不能露脸 所以他必须藏在某个地方 他说 我能被隐藏的唯一方法 就是躲在一个盒子或者行李箱里 这样没人能看到我 没人能认出我 这个计划就能奏效 他表示 使用通常装有乐器的大箱子的想法 在当时是最合乎逻辑的 因为在当时 日本有很多音乐会 戈恩回忆起出逃当天 隐藏在乐器箱里的经历 他说 当你躲进箱子里时 你不去想过去 也不去想未来 你只想着此刻 他坦言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或许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据戈恩估计 他在箱子里待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但时间漫长的仿佛一年半之久 按照日本检方的说法 由于箱子体积较大 无法接受常规X光扫描检查 私人飞机飞行员 继而提出无需安检 这只大箱子 因而免于接受人工安检 而帮助戈恩出逃的关键人物 则是美军特种部队 绿色贝雷帽的前成员 迈克尔泰勒 及其儿子彼得泰勒 不过他们在日本东京 出庭受审时 鞠躬致歉 迈克尔表示 他为自己帮助日产汽车公司 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 逃出日本一事 感到后悔 迈克尔说 他对自己的行为 感到深深后悔 他为司法系统 和日本人民带来的麻烦 真诚道歉 而他的儿子彼得 也在法庭上鞠躬致歉 迈克尔在法庭上说 戈恩的一名亲戚 从中搭线 说服他接下这个活 按照迈克尔的说法 他不了解日本 被戈恩夫妇误导 以为戈恩在日本受到折磨 当时对戈恩的遭遇 感到同情 这对父子去年在美国落网 今年三月初 被引渡到日本 日本检察机关 在三月下旬指控 两人非法协助戈恩逃跑 根据检方的说法 父子二人收取了 戈恩的好处费 130万美元 日本发布了 针对两人的逮捕令之后 父子俩又向戈恩方面 收取了50万美元的律师费 除了泰勒父子 还有多人参与策划和协助 戈恩出逃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 在今年2月裁定 土耳其两名飞行员 以及一家私营航空公司的 管理人员非法协助 个恩出逃 判处三人各自 四年二个月的监禁 以及罚款 好了以上就是 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 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